今天我们要聊聊Quest Plus 它是什么 我们该订阅吗 这个仅发售第二天 就涨价的订阅方案 蜥蜴人的操作94艘 首先介绍Quest Plus是什么 Quest Plus是Mita公司新推出的VR游戏订阅服务 该服务的推出应该是为了配合 即将于秋季推出的Quest 13 VR头盔 以PlayStation Plus还有Xbox Live Golding做方式相似 游戏会被加入玩家的游戏库中 但只有在玩家订阅Quest Plus服务的期间内才能保留 订阅用户将每月获得两款游戏 目前已至7月游戏为Pixel Weep和Pixel Reep Z995 二月只为Walkabout Mini Golf和Math跟Zip Force 价钱方面 目前是销优会到8月1号只要1美元 第二个月开始每月8.99美元 或是直接订阅一整年65美元 相当于每个月差不多5美元 比起现在Quest商店随便一个游戏 就要19美元29美元 可以说是相当划算 用户每个月初到月底都可以索取这些游戏 但如果在月底之前没有索取 就像PlayStation Plus一样 你将失去这两款游戏的机会 这里比较可惜的是我们无法选择哪两款游戏 Mita只说会选择相对较主流的游戏给玩家 从目前消息得知 Quest Plus只是一个游戏订阅方案 并没有像PlayStation Plus 供了获得游戏以外的其他优惠 并且细分成不同订阅等级 不确定未来Mita会不会增加订阅用户的其他福利 另外这些游戏都是累积的 月初兑换它们后不必担心在一个月内玩完它们 只要你是订阅者就可以继续玩这些游戏 假如你取消订阅 就会失去存取权限 但它们会保留在Quest Plus的游戏库中 所以如果在六个月后或下个月重新订阅 还是可以继续使用之前收集的所有游戏 所以你可以再了解下个月游戏是什么后再重新订阅 如果已经拥有这些游戏怎么办 悲剧的是 你将无法获得额外的游戏 所以游戏数量一般的用户 我觉得按月订阅比较好 可以提前知道是哪两款游戏后再决定是否订阅 目前Quest商店里的VR游戏价格 从几美元到40美元不等 况且VR并不是每个人都会花大量时间的东西 许多在2016年最好的VR游戏 现在仍然是VR的经典 HTC仅有自己的订阅VR服务Waveport Sony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 通过PlayStation Plus添加更多的PSVR游戏 以下我们就简单介绍7月和8月的四款订阅游戏 Pistol Whip是一款VR节奏设计游戏 由Cloud Hive Games开发 并于2019年首次推出 游戏将设计 闪避和节奏游戏元素结合在一起 玩家将扮演一名枪手随着音乐节奏进行射击 同时闪避来袭的子弹和攻击 游戏中的每个动作 无论是射击 闪避还是打击敌人 结合在一起产生一种韵律Flow Pixel Whip的视觉风格鲜明 与着鲜艳的色彩和抽象的美学设计 游戏的音乐包括电子 铁克恩若和重金属等风格 没钱买Beat Saber可以尝试看看这款 Pixel Whip1995是一款充满怀旧情怀的VR小品 本次故事设定在1995年 玩家需要透过VR控制器模拟游戏手把的按键操作 同时也需要注意虚拟现实世界中的现实环境 例如需要在玩游戏的同时分心避开妈妈的注意力 游戏中会出现各种风格的游戏 例如Super Metroid Castlevania The Legend of Zelda和Sonic The Heads Hug等 展现出对90年代和16位元游戏时代的热爱和资敬 将焦点从80年代晚期转向90年代初 这可能是电子游戏行业最具代表性的10年 重现了在深夜晚腰在阴暗的电视前闻游戏的记忆 Pixel Whip1995带来了强烈的怀旧感 Walk About Many Golf VR是一款非常受欢迎的多人VR游戏 它在Quest和SteamVR平台上都获得了很高的评价 玩家可以在私人游戏中挑战最多8个朋友 极度真实的物理效果 无论对于英亥和高尔夫球手 还是休闲玩家都适用 游戏特色包括解锁Night Mode 让所有球场的版本变得更具挑战性 在整个球场中收集超过188种自定义球 跟随神秘的线索解锁特殊的推感 每个18栋的标准球场都是精心设计的 互相连接的洞鼓励你探索整个球场 寻找丢失的球 并利用环境中的任何东西 创造你自己的特技球 Mother Guns Able Force是由Terrible Passer Games 所开发的一款波斯射击Localite游戏 为2018年Mother Guns Able的续作 玩家自于一个身穿高科技机甲的新兵角色中 试图在一波波的金属异型敌人 他高能量的Boss前生存下来 赚取或购买的零件来制作巨大的梦幻武器以打败母舰 这些武器可以付诅在机械护手上 从常见的像散弹枪枪管到更奇特的选项 如粘性果冻陷阱带要改装剑 和爆炸性的PCR投射物 最后说出我自己的看法 我认为Quast Plus的目标客选 就是为了秋季上市的Quast 生吸引新的Quast用户 未来甚至与新发售Quast 捆绑销售都有可能 对于游戏库不多的人 这个价格是真的蛮便宜的 但如果你拥有大量的游戏库 已经玩了两三年甚至更久 已经把推借头盔当作失业 购物经多到要卖的人就不太适合 以及今次Quast市场的winner 游戏都直接买断实现游戏自由 所以未来如果Mita想要赚老用户的订阅钱钱 可能要伸出一些外有价值的内容 比如一些游戏DLC或特殊功能之类 让这些老Quast玩家更愿意掏出钱钱 Quast Plus订阅服务同样兼容Quast 2 Quast Pro和即将推出的Quast 3头盔 所以我觉得目前最省钱玩VR的做法是 到VR社团收购一个几千块的二手Quast 2再订阅Quast Plus尝试看看 一万块以内体验到最新VR科技还是不错的